各位网友的江湖上时再来 我是老徐 来咱们这期节目啊 聊聊朱毅 其实一直想聊聊朱毅啊 这个冬奥会开赛以来 所有的这个运动员里面 受到这个大家关注最多的 与生结弦 受到争议 讨论 最热烈的可能就是朱毅了啊 所以呢 这个昨天我在新闻里面看到朱毅笑了 这次的话呢 整个笑的很开心啊 我一看不错 从这个前面两次跳跃动作的失误里面 从这个阴影里面出来了 很好啊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不错 然后呢 我一看得分53.44分 我一看不高啊 短节目的话一般 70分的这个分数啊 都一大把 更不要说还有俄罗斯的这个三套娃在啊 然后呢 这个70 60 80都很多 53.44的话呢 最后啊 30人中 短节目啊 30人中 列第27名 没有进入决赛 这个成绩的话呢 在反正我印象中吧 最近的中国的这个四五届五六届吧 反正啊 这个冬奥会里面 最差的一次啊 没有进入这个 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决赛啊 反正我看的这个比赛里面 哪怕实景赛 哪怕奥运会从来没有 那么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让我对猪一啊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 咱们这期节目好好来说说啊 首先我要说这个项目和项目啊 其实真是天差地别啊 这个区别实在太大了 你有些项目的不管你练的好一叉 你始终啊 你的这个举手投足啊 都会被人关注 比如男足 对吧 不要说这些人球踢的怎么样 这些人在外面泡个妞怎么的 对吧 这些人在外面撸个串 怎么的 这些都是新闻 比如说你说这个 我们在东奥 就东京奥运会上面 翻船 拿了一块金牌啊 还有人记得那个运动员的名字吗 包括说你说男子 跳台 拿了金牌 还有人记得吗 但如果我问你 对吧 我说这个奥运会手金 就东京奥运会手金 还记得吧 设计那个小姑娘杨倩啊 或者我问你 我说这个男子110米蓝 奥运会历史上 我们我们中国拿过的唯一一块金牌 就刘翔那块 这个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项目和项目之间是差别非常的大 比如说你说这个冬奥会 你像那个短道速滑 或者你像这个花样滑冰 除了有有这种运动员的这个 这个运动运动的这种健美 这种对于自身的这个极限追求的这种美 他还有一种艺术的感染力 花扬滑冰嘛 对吧 或者你说像谷爱玲喜欢玩的那个这个自由式 对吧 大挑台也好 这个破面障碍也好 包括说这个接下来要比的这个游行版也好 就这个东西的话呢 本身有观赏性 而且呢 运动员本身自身有魅力 所以大家也很爱看 现在呢 我是觉得谷爱玲有点这个曝光啊 有点太多了 我真的希望他能够这个 我希望媒体还是不要啊 这个把谷爱玲这个整个的就是捧的太高啊 正常的报道 给他一些这个 给他一些这个正常的运动员的应该有的一些私人空间就好 过度的曝光啊 其实对他来说压力很大的啊 咱们说注意 注意的话呢 整个的因为他的这次表现啊 非常有意思 因为你看注意第一次的话呢 在那个团体赛里面对吧 两次出场 两次摔跤 然后就哭了 有人说啊 他就被网爆了啊 这个网爆以后的话呢 直接直接把他给爆哭了啊 不对啊 因为你看他哭的时候 他穿的是比赛的那个衣服 不是说平时的衣服 这个他在比赛现场可没有看到那些网爆东西啊 当然之前的话我知道有啊 但是至少说在现场 这个不会说 他因为两次这个没有跳好 对吧 然后就想起网爆的事情就哭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 然后呢 这个昨天你看 他这次的话呢 没有摔 用他自己的话完成了自己应该有的难度 笑了 这个笑 也是让我觉得啊 这个 这个含义啊 非常深刻啊 我 我看到这个关于注意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 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吧 或者说这个谣言 非常非常的多啊 有人说他有一个对吧 191的爸爸 有人说什么191啊 就是他爸爸是个科学家 科学家的爸爸呢 直接决定了他那个选拔赛191分 然后呢就把陈红一给干掉了 对吧 把林山给干掉了 然后呢就把他给选上去了 另外两个运动员的话呢 也到了职业生涯的晚期了 所以他们的也就over了 不管怎么说 这些东西啊 大量的 其实没有证据的啊 而且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把这个逻辑关系给说反了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事件里面有 有一个是真的 就他爸爸是科学家是真的啊 我看了这个另一个非常敢说话的 一个这个也是目前在在中国从美国回来的啊 饶意教授 饶意教授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非常大胆 这个非常这个犀利的一些这个点评 他有些观点呢 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有些观点呢 我又非常同意他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 有时候这个讲出来的话啊 就会让我觉得这个非常矛盾啊 但这次的话呢 饶意教授有些话 我觉得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至少说证明了一点 整个这件事情的话呢 是先有注意选拔赛 胜出 然后规划 然后才有他爸爸朱松纯回国啊 朱松纯是在美国的一个科学家 这个事情不是 不是因为他爸爸有科学家 然后能够去干扰左右那个比赛结果啊 然后就好像靠了一些这个不公正的一些内幕交易 对吧 最后就就就把他就女儿就选上去 然后会不是这样 而且这个呢 你太你太不了解啊 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阶级 或者说吧 喜欢研究规则的那一波聪明人 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想法 一般来说啊 这个知识分子高级的这个精英阶级的话呢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开后门 像这一类的事情 他本身是有这个规则可以去利用 去研究的 最喜欢做的应该做的是什么 研究这个规则 吃透这个规则 最后的话呢 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 争取到一个有利的位置 这个能代表什么 代表出他的这个智力 显现出他的智商 而不是显现出啊 我财大记错 我我人脉搞得定 我这个这个绝对不是知识分子做的事情 知识分子喜欢卖弄的是他的智商 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他爸爸是科学家 干扰那个比赛选拔赛不存在的 就是因为 先有了这个 注意被选拔被规划 然后呢 他爸爸就回国了 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当然从我我角度来说啊 我呢觉得这个东西啊 首先我要我要放两句话啊 咱们先说完这两句话 再来说这个注意 我觉得这个规划规划整个的啊 这个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 怎么讲 就像是你这个整体端出来的一盘菜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你去饭店吃饭 对吧 你说我来个第三仙 第三仙家常菜 听上去没什么了不起 茄子青椒土豆对吧 仨东西炒一块 能难吃到哪去 能难吃到哪去 我就告诉你非常难吃啊 你来吃吃吃吃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第三仙 这个简直难吃出天际啊 就这三样东西能炒的甜不甜 咸不咸 粘了巴基 一大堆的油 但是也有我吃过这个第三仙是什么呢 就是 茄子 茄子炒的很好 土豆也不错 就那就那个青椒啊 生不生熟不熟的啊 这个不是个味 不一定每一个这个配菜啊 都是你喜欢的 但整体这盘菜里面一定有你有你爱 有你不爱的吗 对吧 如果你说规划就是一盘菜 这个东西就像是你做的整体的决策 你没有办法每样东西 你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 你去给他吹毛求刺 你去挑一个毛病 这个东西我们只能是从结果 你发个牢骚可以 但是你不能这样倒过去批评他 懂吗 这是第一个 因为因为从结果来看的话 你规划的大部分 我必须要说绝大部分还是成功的 你看冰球队对吧 男兵女兵 古埃林就不用说了吗 包括其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这个一大批的运动 比如说你看那个男子冰球队 对吧 男子还是女子 就是就是那个进球最多的那个中国运动员叫什么 叫米勒 你听这名字你觉得是中国人吗 当然他现在被规划了是中国人 但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肯定是被规划的 对吧 两个冰球队加一块规划28个人 男兵规划15个女兵规划13个 等于大半只球队就是买来的 但没有这个花了大的价钱 你整个的成绩不可能 插了一下就起来了 你看美国现在是8块金牌排第三名 中国是7块啊 也也基本上没没有没有差太多吧 对吧 排第四名 什么时候中国的冬奥会的榜单上 已经快比到这个最后几天了还排到第四名了 从来没有过吧 咱们接着聊主意 那么刚才说了第一句话叫买定离手 你这个决定既然下了好不好的结果 你都要吃下来 所以不要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啊 你去批评他 第二个呢 我的感觉是什么 说实话 本身你说女子花样滑冰 我们也不是冲着金牌去的 客观来说 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个实力 历史上最好成绩是10年温哥华冬奥会成路拿的铜牌 第三名 梁柱 对吧 这个就已经是巅峰了 而且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成路 体重就已经对吧 就已经那样了 但是就那样 铜牌 成路是中间受过伤的 他其实也是个天才 但是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比如说你说男子110米兰 刘翔以后 不可能再出一个这样的人了 这种人就是天才 天才 几十年 甚至可能100年出一个 出了 你就要抓住他 不要再网爆他 但是从我内心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种比赛 其实本身你过去展现了 就是你自己花样滑冰的一个精神面貌 对吧 展现出这个精神面貌 同时的话 带动年轻人 这个是你的整个这届比赛的意义所在 但是从实际的 你从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让科学家回来 不是显得更加重要吗 对不对呢 反正我是这样觉得 科学家回来 这不是对中国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吗 所以 我觉得没什么呀 对吧 那么咱们先撇开这种场外因素 先不谈 咱们就聊聊主意 主意的这个一哭一笑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就说了 他的这个哭不是因为网报的哭 因为他还穿着那个比赛的衣服呢 对吧 那么他是为什么哭 大家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看他在现场对吧 两次跳跃 哭摔了 然后自己抹着眼泪就下来了 按理说啊 你作为一个国家 对吧 中国14.1亿人口 你代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参加最高级别的这个东西奥林匹克运动会啊 你应该有一种什么 荣誉感 自豪感 运动员的尊严 对吧 你应该有身上有这种使命的感觉 但你在注意那张脸上看到了吗 好像没有吧 对吧 包括说他昨天我在新闻里面看到他的那个笑 我一看到他那个笑我一激动啊 我说哎不错啊 小姑娘走出走出这个势力的阴霾 把这个这个正常水平一发挥啊 进入决赛咱们再看啊 然后一到决赛一看没有他 哎 我再一看30人中排第27名 哎呀 我我一看到这个就就哎呀 真是怎么说呢 就网上啊 哭了也有一帮人骂他 笑了以后的话呢 还是一帮人在骂他 咱们说句说句这个客观呢 这个我看了一下整个注意的一个经历啊 18年选拔赛冠军 然后呢被规划 对吧 19年本来应该做手术的 因为要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 所以手术推迟了 推迟的话呢 后来做了手术啊 据说反正这个 这个里面吧 反正好像这个手术啊 还有这个纱布啊 什么好啊 没封好啊 后来就重新去 去扯伤口去取纱布啊 什么的 影响了他的复健 据说当时他整个的水平的话呢 是有自己这个三周的这个水平的 然后呢 反正这个整个的这个19年 做完这个手术的话呢 2021年 两年是给他复健的啊 直到2021年 才传出了吧 反正就说的 说的大概意思 就是说他已经基本恢复了自己难度的水平 把自己难度找回来了啊 但是这里的话呢 我必须要说一句啊 倒不是说他在骗人 而是你要知道 竞技体育啊 他也是与时俱进的 你将最早的话呢 你只能做三周 这个就是天花板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俄罗斯的那个三套娃 早已经把女子花样滑冰都已经带到四周的那个状态了 就跟吃饭一样 对吧 你看那个与生结弦 整个的都已经已经在这个冲击阿克塞尔四周了 阿克塞尔四周就比传统的这个 其他的几个四周要多个半周嘛 因为所有花样滑冰起跳 背身啊 他是 他是或者是这个向内转 或者是向外转 一定是背身 阿克塞尔是正面的 正面的话 你最后转完四周 然后还是一个动作下来 等于多了半周嘛 所以说难嘛 咱们先不说这个 我的理解呢 我是觉得 注意啊 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一个采访 他整个的那个 对记者说啊 他说好像自己这个中文也讲的不太好 对吧 这个有点羞涩啊 你整个中文可能讲的不好 这个我可以理解 对吧 不是每一个这个家庭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古爱玲这样的妈妈 但是我听他讲了几句英文呢 还是很羞涩 所以这个小姑娘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羞涩的小姑娘 但是你要知道羞涩啊 它并不是成为一个被人骂的一个理由 你看全红蝉也很羞涩嘛 对吧 拿了冠军以后整个也很羞涩嘛 但是为什么大家没有人骂全红蝉的呢 有人说他冠军啊 那我跟你说不一定 那我跟你说不一定 注意他他这个性格的话 给我的感觉啊 这个还不光是一个羞涩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光是羞涩的话 但是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比如说你代表一个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参加这个奥运会啊 你要有一种这个荣誉感 使命感 但是说实话 这些东西你在他脸上看到了吗 这个就跟我们传统印象里面的 这个国家队的运动员不一样吧 为什么这个没有 因为他不在中国长大呀 他对中国是没有那种归属感的 不存在的 他之所以愿意来参加这个奥运会 很大的程度 其实就是为了拿一个这个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样一个经历 申请藤校吗 这个东西我觉得本身 既然有这个机会 对吧 无可厚非 成为自己这个整个履历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垫脚石 无可厚非啊 每个人有这样机会都会去做的 但是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 这里面的区别是两点 第一点 比如说他第一次哭 给我的感觉啊 他的哭呢 不是因为被网爆 而是因为啊 他觉得他承受了太多 不应该他承受的东西 这个委屈 是因为他承受了超过自己 一个普通运动员应该承受的东西 你们为什么要把那种压力都给我 当然也也也觉得自己没有比好 对吧 有些悔恨就哭了 但这里面有各种因素吗 对吧 我刚才就说了 注意这里面有生不逢时的这个遗憾 又受了伤啊 中间附件的话呢 时间又没有调的非常好 当他找回吧 找回自己难度的时候 他的这个难度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因为俄罗斯的三套 早已经把这个女子花样滑冰带到四周的这个时代了 iPhone都已经用到13了 对吧 你的iPhone7 你觉得还有多吸引人呢 就一样的意思 或者说iPhone8吧 iPhone7的话好像稍微那个一点 最多就iPhone8 连iPhone10都不到 咱们先不说这个 就刚才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哭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委屈 所以哭了 你们不应该把这个东西压力都承受到我的身上 对吧 第二个他笑 这个笑啊就更好玩了 这个笑给我感觉像什么 就像是你平时这个对吧 学校的运动会 你就去这个参加一个比赛啊 也未见得这个名字就那么重要 对吧 你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啊 我也练了一段时间了 我看我上去看看到底我什么水平 只要我正常的完成就挺好的 对自己来说啊 是一个是一个经历 就像上去玩一把 就这个感觉 没有太把这个好像运动本身 我要去这个拼搏啊 什么为国争光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想法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中国和美国一个价值观的最大的区别 注意给我的感觉呢 本身性格是腼腆的 是羞涩的 但是最大的 他和这个其他的国家对应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没有没有那种好像国家呀民族啊尊严啊荣誉啊 这种东西在他的脸上是没有的 他更关注于的是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成长 或者说的那个拔高一点啊 他他的目标是自我实现 而不一定是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呢属于一个这个 附加的东西 如果能成功当然最好嘛 对吧 如果不能成功的话 他要的是一个自我实现 所以说你从他的整个的这个举手投足来说啊 我给他八个字啊 叫羞羞涩涩 固态 自萌 就他整个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啊 他也不管最后那个成绩 好 坏 对吧 功败 垂成 that's ok 但是我最终来说 我整个的 好像我这段经历啊 最后哎 没有 反正他自我感觉吧 好像我没有太丢脸 我最后好像这个跳的时候 我没有摔下来 可以了 就这样啊 反正这个 凭他现在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水平啊 他的这个难度啊 也没有办法去挑战俄罗斯的三套啊 所以说他觉得好像对自己来说啊 这个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笑了 这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理解啊 如果你把 咱们再说的那个一点啊 比如说你把举国体制当成像投资的角度一样去理解的话 你每个这个运动队啊 他都要得到国家的一笔这个资金嘛 你围绕这笔资金 你把它这个用在应该说夺金牌或者说这个项目里面啊最重要的运动员身上 当然你说有些项目里面肯定是规划的运动员这个会取得的这个比例会更高嘛 对吧 当然你要说这个在在花样滑冰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其实这个怎么讲 因为我们没有绝对实力 我们从这个 深血赵红波以后啊 很可惜啊 这个几次呢 其实都是差一口气啊 你像上一届的话呢 张三张号啊 这个很可惜 一开始就摔了啊 尽管后面整个是完美 但最后的话呢 在平昌是一块银盘 双人一直是我们这个传统里面最强的啊 单人我们从来没有拿过啊 单人反正我是记得男子以前就拿过一个二十几名啊 女子的话呢 这个反正也是也就是只有陈禄啊 后面好像就再也没有出过好像前十名的这样的选手 很难 因为国外的这个水平太高了 你看俄罗斯那个三娃 一个比一个这个美 一个比一个华的这个漂亮 对吧 而且年纪都那么轻 十五啊什么十七啊 差距太大了 实在没有办法 我心说这个干嘛不跟普京这个好好聊聊呢 对吧 干嘛要规划一个美国的 你规划一个俄罗斯的不好吗 你跟俄罗斯整个人才过剩啊 你从他那对吧 你弄一个过来 这个多好啊 咱们接着说 其实给我感觉的话呢 如果你说这个这个举国体制 你在这个备战奥运的时候 就像你投资一样 对吧 你可能有五个八个项目 最后的话 你终究你要选一个 然后大笔的钱 你要上去 把那个项目投资投资 想办法浮起来啊 有时候呢 这个是有回报的 有时候是没有回报的 但是我想说啊 你最终来说的话啊 这个 投资有成功 有不成功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 首先 你的这个投资 如果如果说你说这个在 注意身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吧 咱们也不管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说对注意整个的这个训练 整个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投入 如果说是一个投资失败的话 当然你说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吗 无所谓吗 他失败的这个结果就无所谓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 但是我想说你对于这个投资失败的结果 你再拿拿拿出来 你再骂他 有意义吗 我觉得更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事情已然已经发生了 你现在倒过去 你去骂他没有意义啊 对吧 而且我就说了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买定离手 你从一开始定了这个规划的方案 不是针对注意一个人的 注意 据说反正是这个最早第一个规划的 所以说这个吃螃蟹的人 好像都总是挺难的 对吧 因为第一个螃蟹不好吃啊 然后你看后面规划的一个个的这个都很好嘛 对吧 咱们先不说这个 我整体的规划 我刚才说了 是成功的 你整个的这盘菜 成功的 很可能里面就有有个别的配菜 你就不喜欢嘛 不喜欢就算了嘛 但你要算算总账的话 对吧 科学家的爸爸回来 这不是更重要吗 所以所以我我我反正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 但是我想说啊 这个首先是两点 你要知道这个 第一呢 我想说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性格千差万别啊 这个可能从这个注意角度去说的话呢 他他身上你能看得出来啊 就是那种美式的那种教育啊 那个痕迹是非常重的 因为你西方的话呢 大量的鼓鼓励的全是个人主义啊 一个人所有的这个东西啊 他的这个经历也好 他得到的这些东西也好 属于我个人 所以我不需要听到你们来对我说三道四这个那个啊 这个东西作为你把那个这么大的这个不该有的这种压力强加于我身上不合适的 所以他会觉得委屈 当然最后的话 不管比的怎么样 他觉得作为自己来说 这个结果 英文叫acceptable 可以接受了 所以他笑了 我想说啊 从他来说啊 不管说他还有没有下一次代表国家队的机会啊 在他人生里面 可能还会面对啊 更加这个大的场面需要去应付 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朱毅小姐啊 他可能自己要去考虑个问题就是 如何在有些场合 你要让大家能接受 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就是你你的这个表达出来的东西啊 用大家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 表达出来 大家都知道 你参加这个冬奥会 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申请藤校的一个经历 对吧 也许在你心里面也有国家荣誉的部分 但是在有些场合啊 不是说说假话 而是在有些场合的话啊 你要明白 什么场合 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表现 就好比你在公司里面的这个表现 和你在家里面一定是不一样的吗 如果你在公司整个的这个状态 和你在家里面一模一样 那那一定是要出问题的 对吧 因为每个人工作就应该有工作的性格 私下是私下的性格 注意 他可能这方面啊 他不是那种天生的 因为人的性格千差万别 有的人天生敏锐外放 对吧 你把他放到任何的一个人堆里面 哪怕不是搞体育 他一样是光芒四射的 但有些人不一样啊 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腼腆啊 对吧 但是我刚才就说了 腼腆不见得成为一个别人网爆他的理由 别人网爆他是没有在他身上看到那种荣誉感 好像承载着这个14.1亿人的这种期望期待 哪怕你没有比好 你怎么能对吧 好像就哭了 你也应该有一个这种 有一个这种担当的一种态度啊 这种东西在他身上是不可能有的 起码说现在我觉得不可能的 因为国外运动员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我个人 我为什么承受那些东西呢 我参加这个奥运会 我就为了我个人申请一个学校 不可以吗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中美价值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我想说他人生里面也许还有很多 这个大的场面也会啊 多多少少会和中国有些关系 毕竟毕竟说他的这个经历啊 对吧 参加奥运会被别人这么多的人网爆 这么多的人非议他 这种经历也是很少有的吧 很可能他的这个人生还会经历各种各样的 这种大的场面会和中国有关系 他要学会去面对 但是回到竞技体育角度来说 竞技体育角度 有的时候你要明白啊 他是要靠着一代一代人的积累 你想一口气支撑胖子 这种事情是很少的 古爱玲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东西啊 就古爱玲这种天才啊 确实是太难得 那么高的水平 对吧 那么年轻 性格又那么阳光 而且他一心向着中国啊 你要知道一般在国外精英环境里面 对吧 哪有这样的人太少了 为什么古爱玲这次把那把那一大波的在国外的精英鼻子都给气歪了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一般来说不可能是向着中国的 但我要说句实话 古爱玲有他特殊性啊 他的这个特殊性 不是在于他的教练多优秀 也不是在于北京烤鸭有多好吃啊 就是在于他妈妈离婚离得早 他妈妈很早就离了 稍微说几句八卦啊 他妈妈很早就离了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就等于是从小就跟着他妈妈在这个美国 当然经常回来嘛 因为他妈妈整个的这个根在海淀呢 所以说他对北京有很深的感情 你想象一下 如果是 比如说吧 如果说他妈妈就跟他爸爸的这个婚姻 一直一直维持到这个古爱玲 十七八岁 古爱玲还会对中国是一样深的这个感情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因为你要知道正是因为他妈妈这个经历 所以导致他妈妈大量的这个时间会在中国 然后呢 当然也会在美国生活 但是他妈妈整个的对中国的这个情感会影响到他 而他接受到的来自于美国的 来自于他的这个父辈 对他的这个教育啊 相对来说就欠缺了 那他当然会倾向于中国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和和他的妈妈是百分之一百的这个关系啊 他没有接受到来自于他爸爸更多的那个那个 对他的影响嘛 对吧 所以古爱玲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就这种家庭本身就很少见 而且又是那么的新向祖国 正常的竞技体育的话 你能走到这个金字塔的塔尖 你已经是天才了 但是你要知道像有些落后的项目 你就是得靠一代一代人的积累 对吧 你像我们整个的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块空中自由滑雪空中技巧的两块金牌 两个辽宁老铁对吧 徐梦陶七光谱 就是尤其你知道和那个七光谱一块比的那个贾宗阳啊 之前三届冬奥会啊 一块铜牌两块银牌 就是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这一次他自己没拿 但是队友拿了 就是一代一代这个经验要积累下来的 这个东西真是挤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给这个中国女子花样滑冰一些时间 慢慢的我们会上来的 就像这个女足一样吧 对吧 只要你走对了路子 有一个好的教练 这成绩不就来了吗 对吧 但这次也是个奇迹啊 最终来说你还是要回归到竞技体育本身的这个基础的培养 不然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持续的 反正这个注意的这个冬奥会呢 我觉得应该完了吧 在下面的话应该没他了啊 基本上呢 我觉得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中国和美国啊 这个价值观的很大的区别 但是最后我要说啊 这个东西没什么好去责怪他的 并不是说你整个的这个比赛结果不重要 就像你做了投资 投资成与败不重要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想说啊 你现在再去挂他 再去怪他 再去骂他 对于你那个失败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何必呢 何况你整个的这一盘菜 叫买定离手啊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就不要再去讨论注意了吧 如果你不爱看他的微笑 那么你就多看看这个古爱玲的微笑吧 好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和大家这个聊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频道和节目的话呢 可以帮我分享到其他平台或群 好 谢谢